去红村 这红村真是满足了我对于江南文化的全部想象 大院长是安徽人 肯定对红村有着属于家乡人的自身的印象 您跟我们说说 我觉得这个向你说满足了我们对古代的江南生活所有美好的想象 第一 有美景 地处在黄山这个区域 气候 山景 水景各方面都是非常漂亮的 第二 它有美好的生活方式 大家在那地方悠闲的可以去洗衣服 可以去画画 可以在那地方去各种各样的生活 所以这么美好的地方 我相信您从哈岳明会过来 对 你从北京 从河北也会到我们安徽去 对 我去过两次 98年 第一次去感觉就是一种冲击力 当地这种文化的地域 尊师 宗教 特别是晖州这个地方出了那么多的文化名人 还有后来的灰商 灰商他也是重视读书 我们当地有说一句话 叫养儿不读书 不如养头猪 那他有这个说法 白天可能就做工 也可能下地务农 他供钱的时候可能就拿一本《红楼梦》就读起来了 整个这个文化的氛围 是亲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间去的 这也就是咱们传统文化讲的 这耕独世家 耕独 听完二位老师 推荐 我真是更有好奇心了 其实我们也从当地朋友那里收集到了 去到安徽红村一定要干什么 那么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旅行探访员 晶晶一起看看 当地人为我们推荐的第一站是哪呢 大家好 我是正大综艺的探访员晶晶 我们已经到红村了 来红村呢 第一个要填的项目 当地人推荐的是 咱们看看 看看牛味 牛好吃的吗 咱们说是要进村找这个牛味 但我跟你说 从外面风光真的太好 你看到那个小石桥了吗 就那个 站了很多人那个 那个桥就是咱们进村的必经之地 桥上站满的人 都是在这儿过来旅游看风景的 因为今天天真的太好了 但是您再往这边看 看到吗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画你 那边好多写上的大哥 我们去看看 这个 打扰您一下 你画的是这个村口 对 这个就是南湖 南湖 你是专门过来画画的 对 过来洗村的 那这边是经常会有人过来 对 因为我们这里来营学洗村的人 那有几十万人 几十万 对 所以您算 基本上您就是这边老乘客 对 然后您还会带朋友过来一起画画 对 每年从四月份开始 大批的写生游客来到洪村 他们将灰派建筑 尤其是当地代表性的码头墙 画在画板上 写生画画与洪村美景融为一体 所以这里也有了画里乡村这个美誉 那您对这边挺了解的 该照牛位吧 牛位在村子里面 我们实际上还没进村 那行吧 那咱进村 走 走进洪村 粉墙青瓦映入眼中 古朴的村落尽你又安逸 我要继续去寻找牛位了 还是让我们问问当地人 牛位到底是什么吧 你刚刚有带温帝往哪走 我们也去问一下 走吧 阿姨 阿姨 您知道牛位是什么吗 他们很多人跟我说过来要找牛位 我到现在都没找到牛位 牛位呢 直接往这里走 顺水流走 一直往前走 对 那行那我去看看吧 我跟着水走 发现家家门前都有水渠 而且村民还在这些水渠里洗衣服洗菜 那牛位是不是跟当地人的生活有关呢 慌了 这边豁然开朗 这是个潭吧 你看这边还有活水呢 这边 你看 那边还有个姐姐在洗衣服 我们去看看 走 大姐 他们说遇到水就找到牛位了 这是牛位吗 对 是牛位 红村的牛位是一个半圆形的水塘 也叫月爪 是整个村子的中心地带 并且这里也是村子里最美的地方 那为什么叫牛位呢 吴大姐给我介绍说 红村啊是根据牛的形状来建造的 它是一座牛型村 把山上的水引入村子里 经过每家门前的水渠 汇聚到牛位里 再从牛位流到了村外的南湖 也就是我刚才进村时 看到的那片湖了 牛位这儿还能洗衣服呢 可以洗啊 这是山泉水啊 山泉水 那这水会污染吗 不会污染的 我们这里洗衣服就用这个 洗菜也可以 这个水用的家家户户都有的 自来水一样的 好轻啊这是 很轻的 冰冰凉凉的 吴大姐还说 当地的村民制定了一个用水习惯 八点之前村民打水喝 八点之后呢 就开始轮流地洗菜洗衣服 他们呀从来不会担心 水会不干净的这个问题 因为山泉是直接流到村库里 流出去以后呢 就可以灌溉农田了 我们跟着这个水流 寻着这个牛位 在跟着暗流和明流 就可以了解整个洪村的一个 这个泉水的一个灌溉系统呢 对对对 大姐您一会儿洗完衣服 带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水是怎么流的吗 可以 为了探究洪村水系的奥秘 我决定从牛位下游的水渠开始 放入一朵小红花 跟着它一起走 看小红花到底能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吧 这一块流得好快呀 不知道它会飘到哪儿去 小红花会飘到哪儿去呢 它没往前走 往墙里边走了 走走走 再往前走 我们去追一下这朵花去哪儿了 走吧 追着小红花 我走进了一户村民家里 我发现里面别有洞天 上面的天井照亮了整个大厅 从外面看是朴素的白墙灰瓦 没想到走进里面 竟然是这么的考究 站在高处俯瞰灰派建筑 又是另一番滋味呀 呀 我不能再留恋这里了 我要继续去寻找小红花啦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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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从那边拐进来了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大姐说的 水流入万家 村民们就从这儿取生活用水 你看那边 那边还养个小金鱼呢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 如果小红花不流进村民的家里 它从另外一条道走 会流到哪儿去吧 走 当我继续跟着小红花走的时候 我发现每家的墙下都有饮水口 水流入每家每户 就保障了村民吃水和用水的问题 当地人还给我介绍说 红村夏季炎热 水流过的地方 也能带来一丝丝凉意 起到了天然空调的作用 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呀 真是一举而多得 小红花鸡流涌进了在这儿 快追快追 这块水流变极了 走 我们去前面等着它 我们去救荣花鸡 开了 开了 我们去救荣花鸡 开了 我们去救荣花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